作为外国人模特在北京,我基本薪水是2000RM到3000RM一天 但是这个是从早上到晚上,每一个拍摄是很早开始的 大部分拍摄都超时,而我们没有超时薪水 那在伦敦,我基本一个拍摄只花几个小时,薪水是500英镑,大概5000RM 还有如果超时,我们会有额外的薪水 那在北京,我的中介每次会拿走了30%到40%的薪水 在英国,中介不会告诉你他们抽走了多少钱 那在北京,你夺高比较重要,尤其是你走梯台,我呢1米83,所以对模特来说我比较矮 在英国,夺高不这么严格,不这么重要,尤其是你适合这个拍摄 那是不是做模特需要太瘦? 在北京,可能有些模特在介绍,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模特通是没告诉我,有额障碍什么的,我们从来没有聊这件事 在英国很多模特通是在介绍不健康 但是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很多模特也是挺健康的,喜欢运动,很有肌肉 我呢,没什么肌肉,所以呢,每个模特不一样,但是介绍肯定是模特行业很大的问题 现实就是没人喜欢看这么瘦的男的女的,介绍没必要 那在北京,大部分外国模特是从俄罗斯来的,欧洲,美国的外国模特比较少 他们俄罗斯人很高,而且他们老家比较穷,所以他们很努力工作 在英国,尤其是伦敦,有各种各样的,来自不同国家的模特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希望有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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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在西方的中国模特代表中国 还不够 所以在英国,薪水好很多,但是在中国你可以有更多的工作,如果你是外国人或者混血 所以有的时候,我可以一周有三天到四天的工作 在英国,我最多一周只有一次工作 那在中国,我最高潮的时刻,有一天我在北京饭店走梯台 这是我至今难忘的体验 在伦敦,有一天我的领导告诉我,他们送我去到巴黎 当时是夏天,就想度假,我感觉,哇,我很幸运 但是不是每次工作是那么精彩 那么最坚实的模特工作是什么样呢? 那在北京一开始的时候,你去经纪公司试镜 他们会给你拍照,让你在房间里走几圈,当然也会和你讨论合同 之后他们需要验证你是可靠的,所以之后一段时间,你每次去摄影棚之前,你都需要去经纪人办公室,签到打卡 这是建立信任和他们权威的方式,也让你和他们有更好的关系,办公室就是你的基地 那在英国,你交了照片之后,经纪公司才会见你 然后你们就会有个视频电话,然后你去办公室 我所有在英国合作过的经纪公司,我只需要见他们一次 之后,如果客户对你感兴趣,经纪人只用邮件联系你 而在北京,所有事都在微信上搞定 哎哟,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摄影棚,我真感觉陶醉,因为有这么多人,这么大的设备,好多人 我感觉非常的兴奋 当时我真的认为我已经实现了我的梦想,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也发生了 大家好像想知道在哪个国家更容易被骗 其实都是一样,取决什么公司,取决什么样的导演,制片人,中介都不一样 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我在中国更容易被骗,因为有语言障碍,很多事情我听不懂 但是在英国,我看到更多骗子 有些导演,他们对女生有点奇怪,或者也对男生奇怪 很多在英国的模特,他们的费用消失了 我在北京做模特超过三年,但是我的费用从来没有消失过,从来没有 那在北京,在你和经纪公司有很好关系之后,你的生活变成了这样的 每天去很早,刷牙,洗澡,然后他们叫个滴滴来见你 然后你到了摄影棚拍摄,大部分摄影棚是在北京的郊外 我大部分的时候是唯一的外国人,但是有的时候有一团外国人 那谁是导演,很明显,因为大家都挺他的 那如果是一般的常务,就没有人跟他说话,除了我 女性也可能是导演,制片人,或者翻译官,但是很少是摄影师 那对我来说,午饭还不错,有米饭,面条,醋,酱油都有,也有肉 最重要的,大家都很友好,我从来没有感到模特之间很激烈 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我的中文不太好,所以我不知道 我只管和每一个人聊天,来消磨时间 那导演的说话非常直接,每次是漂亮一点,帅一点 但是我知道他们并没有冒犯的意思 在伦敦,路费一般不会包含的,你自己想办法去到摄影行 那在英国的摄影行,大家都很紧张,很敏感,大家都害怕违反了合同 我觉得在中国,大家比较放松,气氛比较随便 在伦敦,女性的导演,制片人什么的比中国多 在英国导演说话要很小心,不然就有性别歧视的嫌疑 那在两个国家拍摄现场都很沉闷,所以我必须自己活跃气氛 表现得很自信,很友好,不然你的紧张会表现得在镜头里 英国人拍摄一结束,他们马上都冲回家 但是在北京拍摄结束以后,我们经常一起溜个弯,聊一聊什么的 吃东西,互相当我们的出租车 那对我自己来说,我比较喜欢在中国做模特 因为我非常喜欢说中文,而且我比较喜欢那里的气氛和人 但是在英国和欧洲,我很高兴有机会代表中国模特拍摄 所以呢,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实现了这个梦想 一方面实现了,我记得一开始我认为,哇塞,实现了我的梦想 我在北京,我做模特很棒,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 我意识到,这个工作还是挺标准的 其实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梦想 我们20岁的时候有这个梦想,我们30岁的时候有那个梦想 都不一样,很多人想要做模特,很多人以为这是他们的梦想 但是呢,现实是不一样,每天的模特工作,大部分的时候你很无聊 很多人有压力,很多人不开心 所以我认为,到头来,你需要做你每天喜欢的工作 每天喜欢的工作,而不是你认为,让你看起来很特别的工作 这个没意思啊,没意思啊,最重要的是,HAPPY, BE HAPPY 谢谢朋友们,下次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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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